会以来看到是马总统剪裁启用的国道6号 就在晚间10点准时开放让民众上路 不过中天新闻在现场守候发现 还不到10点就有将近60步的车辆等着要上路 而国道6号的初体验 民众兴奋的说真的是快感十足 车掉管制的三角砖 国道6号旁优路人各个跃跃欲试 就等着10点一到准时开上路 六十多步的小客车一涌而上 全都是要敢在第一时间体验一下速度感 不管有多晚这些民众说什么都要抢头箱 来试试国道6号 个个兴奋极了 等好久好久了 等好久了 所以你带老婆平安家这样子 对 小朋友 回去看阿嬷 回去看阿嬷是不是很快了 国道6号冬起 呼风吸到埔里 全长38公里 从晚间10点正式通车 为了隆检到日月潭只要一个小时 时间大大缩短 民众叫好声不断 快很多以后要到清静啊 或者要到日月潭都会非常非常快 那这样一路开过来有什么样感觉 从 就是说这几个经典都变成我们台中市的后花园了 南投的观光景点多 国道6号启用之后 不仅便利民众更可能为南投引进了远远不绝的商机 中心文周大祥南投采访报道 从